历史上 幻想长生不老服侍丹药而死的皇帝不在少数 如果要追溯皇帝服侍长生药致死之先河 当推东晋哀帝司马匹 史料记载 司马匹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服丹药以求长生的皇帝 反而为药所害 只活了25岁 司马匹 晋成帝司马炎之长子 晋木帝司马炎之堂兄 生平五年五月 晋木帝病死 无子嗣 皇太后楚蒜子主张立司马匹为帝 司马匹因此成为东晋第六任皇帝 司马匹登基时已21岁 数成年人 加之他又是以中姓正统 明德冒亲的身份入籍大统的 理应当国 但帝国实权却被大将桓温所操控 司马匹身为皇帝 形同傀儡 权臣衬肘 皇权旁落 政治失忆 意志消沉 原本就雅浩皇老的司马匹 渐渐迷上了佛法和道教学说 在佛学方面 哀地好重佛法 品浅粮食 殷勤争情 潜以赵旨之重 赞由功雀 急于御宴开奖大品 上级朝事 并由善言 在道教方面 司马匹则听信方氏之言 服用丹药 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语化成仙 就此 司马匹渐渐上了瘾 对丹药有了依赖 司马匹之所以迷恋和服侍丹药 除个人原因外 应该也受其家族人员早逝的影响 司马匹的祖父靖明帝活了28岁 父亲靖成帝活了22岁 叔叔靖康帝活了23岁 堂兄靖木帝活了19岁 君属英年早逝 给司马匹心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司马匹是个傀儡 政治上哪有大的作为 便希望能够活的时间长一点 再者 司马匹比全城环温小29岁 只要能熬得过环温 不愁将来无出头之日 但是丹药有很大的毒性 一旦吃过量 很容易中毒而丧命 可司马匹根本不听靖臣的肺腑劝谏 一意孤行 为了长生不老仍坚持服用丹药 甚至一度断骨 耳药以求长生 不吃饭只服用丹药 在幻觉中期待生鲜 新宁二年三月 不能临殿听证 除太后只好出面临朝 司马匹虽服侍丹药中毒 身体每况愈下 不过她并未因此而警醒自爱 悬崖勒马 相反 她依然我行我做 甚至鼓动皇后和她一起服用丹药 结果新宁三年正月 皇后王氏崩 一个月后 司马匹也撒手人寰 走完了短暂的人生之路 司马匹死后 藏安平林 吴妙好 事后挨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